現在進行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增定第四條之一 請先讀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四條之一 工作場所有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餘時 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應即令其停止作業 並且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餘時 得在部委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 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 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雇主不得對前向勞工予以解雇調職 不給付停止工作業期間工資或其他不利職處分 但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 經報主管機關設定 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出代表發言 請陳焦華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時代力量提出的修正動議第四條之一 我們的精神其實是跟現在行政院努力在做防疫的工作是相吻合的 而且提出這個修正動議呢 能夠讓行政院現在在做防疫的工作有了最適當的法源 我們提的修正動議就是如果這個工作場域呢 已經有非常嚴重的這個肺炎病毒的污染之餘的時候呢 雇主就有責任要趕快要停工要勒令停工 然後讓勞工退避到安全的場所 那另外呢如果勞工發現作業場域有這個病毒感染的時候 也要趕快通報然後要停止自行作業 停止作業 所以這個修正動議的精神就是強調這個退避權 退避 那我們今天早上剛剛也看到民進黨的一個附帶決議就是 如果有二三級的嚴重的這個疫情嚴峻的地區呢 也是可以拒絕前往的這種退避 但是附帶決議是沒有比較欠缺法律的一約束 所以呢 時代力量這個修正是非常符合現在的嚴峻的防疫的這個時刻 就是在未來這一年 因為我們看到日本我們看到韓國還有很多國家的疫情一直在 一直在爆發尤其到社區的感染 那台大公衛學教授也提出這個病毒跟SARS病毒非常的不同 就是他對人的感染 他這個病毒跟我們人類細胞的這個結合力是很強的 是比SARS病毒還要強 然後他的感染方式除了呼吸道除了透過排泄物透過接觸都有很強的傳染力 所以時代力量在這裡請請求各位委員能夠讓這個修正動議四之一能夠通過 好 以上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洪森漢委員發言 謝謝 感谢观看